红华队过去的主力牛棚投手田泽淳一 当年拒绝日本职棒直接赴美 引发了轩然大波 也造就了田泽条款的诞生 不过如今这项条款已经废除了 但田泽还是没有办法披上日子战袍 在不久前她是回到日本加入独立联盟 并且报名今年的日本职棒选秀 但是昨天结果出炉 总共有多达123位球员获选 但是34岁的田泽淳一 没有被球队指名 而他所属的独立联盟球队监督 感到是非常意外 但也说年纪可能就是最大的因素 日本墙头田泽淳一 穿着红袜队球衣标出三阵 这个画面很多台湾球迷非常熟悉 但时隔多年 今年34岁的田泽 参加日本职棒选秀 居然等了123个人 都没有叫到他的名字 最后落选结束 田泽目前是日本独立联盟 其遇五藏热火熊队的投手 原本有大批媒体 在球团指定地点等待 但落选之后 他没有出面说明 球队监督 搅谎多则表示 对于田泽落选感到震惊 但也说可能是年纪的因素 导致日职球团没有出手 红华队在2013年 夺得世界大赛冠军 田泽跟老大哥上元号制联手 组成日籍铁牛棚 一起达到生涯最高峰 总计他有大联盟九年资历 2009年到2016年 全胜时期都在红华队 独冠那年取得25个中继点 防御率3.16 大联盟后期 田泽转战马驴队跟天使队 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今年7月回到日本 加盟独立联盟 日本职棒还特别废除田泽条款 取消三年酋奸 让他可以参加选秀 但没想到一带强投 最后日职12支球团 都没有队伍愿意吸收 联新闻综合报道